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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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收藏問你的生活加一點變化 歡迎回到AirChuiting藍色頻道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今天要開箱的是Toy's Cabin出品的1比6是天橋扭蛋 這次一組只有3顆 經過上次的停車場教訓 這次直接先下訂兩套 因為兩套才能組成一座天橋 哇,廠商真的很會啊 已經掌握到銷量密碼了 買兩組就可以組成像封面這樣一座天橋 如果買四組的話就可以組成像封面右邊這樣 直接打開開箱吧 GO 現在打開第一顆 是天橋階梯的部分 然後把它組裝起來 再來是第二顆 另外兩顆都是天橋的部分 兩者插葉井插在路牌 一個是白色路牌,一個是藍色路牌 就把它打開除起來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其實有附兩個路燈的部分 是可以插在這後面的 但是因為它這樣裝上去 也覺得比較像玩具 果斷就不裝了 天橋部分有兩組 但是這兩組的天橋是可以合在一起做延伸的 但是也是要考量說下面的階梯的承載啦 兩組的差異就是插在這個路牌 一個是白色路牌,一個是藍色路牌 有裝路燈是長這樣 沒裝路燈是長這樣 對,差異就在這樣 Air最後把第二組的階梯拿出來組成一個天橋給大家看 好的,那我們就完成啦! 其實之前Tini圍影有出過天橋的場景 不過似乎是香港版本的天橋 而且在台灣地區好像不好入手 剛好可以用這組扭蛋來彌補一下 雖然現實生活中天橋好像日益減少 近年來也拆除掉不少座 但是Air認為天橋在場景中因為有一點高度 所以在拍攝上會讓整個場景多了一點層次感 其實在Air的腦海中一直有想拍一個畫面 那就是車子擺放在街道上 車子的後方有一座天橋 天橋上有人在走動 在天橋的後方則有類似像 鋼彈或是初號機、哥吉拉等當背景 這樣擺放上去是不是瞬間有一種電影的Feel呢? 機體或是怪獸摧毀天橋的畫面也是很不錯的 有一種大難零頭的氛圍 整個畫面的搭配層次感以及故事性帶入感十足 唯一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比例似乎有點略小 尤其是人偶擺放上去的時候 旁邊的護欄感覺有點太低 印象中天橋的護欄應該至少到腰部以上或是胸部以上 這樣也比較安全一些 不過如果要當小車拍攝的場景 其實這樣也很足夠了啦 天橋小一點會有遠近的空間感 最後Air就用這組天橋來拍攝一些照片分享給大家看囉!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FB粉絲團 Air會不斷的跟大家分享1比64模型車相關的失誤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上的任何失誤呢? 也可以加入我的逸品收藏模型社團 收藏C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再麻煩幫我訂閱 開小鈴鐺 按讚留言加分享感謝 下次見 掰掰